建築物四周不斷窜出浓浓黑烟 持续向上蔓延 甚至消除殉壮云 这里是加勒福位于桃园扬眉的物流中心 业者赤字百亿打造旗舰级仓库 去年第三季刚刚落成 没想到14日一场大火来得猛烈 里头满满干货 名声食品各类家电损失惨重 点开网页立刻跳出紧急通知 加勒福证实部分订单可能会延迟到货 除备火灾波及范围多达2万坪 不过有民众担心把大火烧掉这么多物资 加上几天前卢竹区美孚仓储也有火警 未来上网货到超市买牛肉海鲜订购家电用品 会不会买不到或出现涨价潮 桃园市长郑文燦也亲自到场试查 粗固损失上看30亿 洋梅物流中心启用大概是8个月 那有7万平方公尺 是加勒福在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 这个示范仓储 大概投资了将近30亿元 全球塞港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这些损失的东西有没有办法 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到台湾 毕竟物流仓储对业者而言 如同心脏般牵引法动全身 这位大批货物复制一具 短期内面临两大考验 第一得先稳定供货 第二财务损失方面撇除仓储的30亿元 还有可能造成缺货 以扎勒福去年营业额900亿元计算 若亏损5%到10% 累计下来等同好几十亿业绩 拱手让人至于中长期还得面临 量饭店之间竞争越来越白热化 的确智慧仓储成为量饭业者 兵渣必争之地 这一把大货烧掉的不只是仓库跟货品 还可能烧掉竞争有势 欢迎宋元宋君与成米珍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